新北市政府去年在淡水区一山里活动中心 成立原住民文化健康小站 让来自三只淡水和附近的原住民长者参与 每次上课都有将近40位成员出席 健康小站也特别举办了成果展 展现学员们过去一年多来的精彩作品 为了让银法族群有更好的服务 新北市政府在去年于淡水一山里活动中心 成立了原住民文化健康小站 包括了食衣住行 医疗照护 学习娱乐 还有各项福利的补助 提供原住民长者适当的照顾服务 以及鼓励参与社区活动 而日前原住民健康小站也举办了成果展 展出过去一年多以来的丰富作品 我们有做他们的就是原住民的艺术的作品 有的是做背带或者做皮包 或者做一些产品画画都有 手工艺品都有 所以目前在参观 他们很喜欢做 老人家 而且他们非常的专心做 他们眼睛非常的细心地看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可以更专心 至于宝贝的是他们有互相联谊 这是非常好的 每天有保持联络 淡水原住民文化健康小站表示 每个星期二到礼拜六 都有排满满的许多课程 包括了手工艺剧作 舞蹈教学 还有健康养生课程 都可以提供原住民长者有丰富的生活能量 让来自淡水山之籍附近的原住民长者参与 而每次上课都有将近40位的成员 对此事议员杨春妹也特别出席 与大家一起载歌载舞 那文化健康在我们原住民来讲 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 它可以集结我们各区的原住民的长者 在这个地方 不只认识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以外 还有互相身体健康 还有运动 然后带来欢乐 然后可以互相来学习更长知识 从这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让很多的小孩子来这边看 除了让老人家可以身体健康以外 也可以传承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那不但就是说符合我们原住民的特性 以及文化 那也办理了很多健康以及课程 那今天是他们一年来 那一些成果的展现 不管是在绘画 那编织品还是手工品方面 都呈现了原住民族多元丰富的文化 而且今天我们原住民的长者 还载歌载舞 充分地表现出原住民的活力以及热情 现场满满的作品都是来自这一群原住民 长者的手艺 文件小站不仅是有提供原住民 长者关怀访试 电话问安咨询及转介服务 并是当地需求特性提供餐饮服务 而曲公所表示运用活动中心这么好的场地 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服务给原住民 长者更细心的关怀 落实高龄人口栽力救养健康热活 记者许多人一代许采访不到